麥仙客剛剛彩蛙出來 白白胖胖的模樣 加上超過五公分的長度 琴鵝阿說目前鵝啊狀況都不錯 很多人想要挑來烤肉得這樣看 一般來烤比較有肉 這個麵比較大 麵大比較有肉 挑鵝啊小秘訣難不倒琴鵝阿色 但是對科農來說 中秋大節日 民眾想要搶貨下定得注意這個時間 雖然鵝阿講新鮮 越逼近中秋節 栽培的時間就越難控制 科農說要挑好科就得親自來一趟 除了鵝阿 蛤蟆也是烤肉的必備 台南的養殖業者就說 今年的產量很穩定 去年就是強降雨導致產量急劇下降 我養了今年算穩 沒有像去年有包庇 好 所以今年的收入就比較穩定 嘿嘿 沒有颱風打擾 文革的養殖過程順利 和前兩年相比 產量趨向穩定 預存率近年來最好 而市場價格依照文革的大小 最高於一斤150元 是一加九啦 預估大概是八千到一萬 第一次收成 越畢竟中秋節 烤肉架上的食材 就越讓人關注 無論是鵝阿還是蛤蟆 能不能順利採買到 讓民眾盡盯最佳下手時機 三地新聞 廖國雄 王少宇 朱宇榮 綜合報導